有的人在念佛 诵经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看到佛菩萨出现 感觉身体不断的膨胀或者是缩小 有的人还听得到别人在他旁边说话 甚至还觉得有一股电流灌入了体内 那么这一类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生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面对跟处理呢 让我们宫崎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修行如果是没有专心的 没有比较认真的修行的 那身心方面大概没有什么反应 那么专心认真的修行 有身心一些反应 这是正常的 但是呢也不一定呢 有显著的身心反应 可以因人而异 因人的体质 因人的一种心理的状态而不同的 有的人呢 只要一打坐或者是一拜佛 就会流眼泪 就会哭 有的人呢 一打坐或者是一拜佛一念经呢 就能够啊 身体上啊 产生出电流的这种感觉 好像出电的这种感觉 也有的人呢 正像是问题里所问的 打坐的时候 或者是拜佛的时候 或者是念佛的时候 又看到啊 什么光了 又看到什么影子了 又看到菩萨了佛了 又看到了什么景色了 这些现象啊 可以说是正常的 并不觉得需要 是一个神奇古怪的感觉 如果把它当成神奇古怪的 或者是当初不得了 了不得的 那都会要走火若母 就会啊 修行而变成了 进入母境 因为这些呢 现象啊 多是啊 身心的 自然的反应 多半呢 是身体的反应 有的是心理的反应 那身体上的反应 有的是肌肉的反应 有的是神经的反应 有的是内分泌的反应 那有的是 这个心理上的呀 产生一些呀 反应 所以这些 说身心的反应的问题呢 不需要大惊小怪 如果把它当成呢 是不得了 了不得 那就有问题 很多人呢 发生这种反应的时候 大概是 大概是眼睛闭起来了 念佛的时候 眼睛闭着念 你很用心的念 这很可能 产生一些幻境 幻觉出现 打坐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了 也很可能呢 你很用心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幻觉 幻觉 在这些现象出现 那么 是不是真的有光 真的 有什么佛啊 菩萨啊 神啊 还有的人 可以闻到味道 闻到香的味道 有的人听到 这个耳朵 听到声音 像这样 是不是真的有呢 假如说 你听到了 旁边的人也听到 你看到了 旁边的人也看到 你这个闻到了 旁边的人 其他的人也闻到 你感觉到了 其他的人也感觉到 那大概外在是有东西 如果仅仅是 你个人的感受 你的个人的一种感触 你个人的一种反应 那绝对是幻觉 幻觉 是你的身心的反应 没什么了不起 也没什么不得了 就把它当成呢 不要管它就好 有一次 也就是最近呢 在我们的 打夫妻的时候 在农场市打夫妻 有一位女众菩萨 她坐在那边念佛念佛 她前面出来 出现了一朵梁花 她很欢喜 一下子变成了菊花 她说莲花 怎么会变成菊花 再看看 还是一朵莲花 等一下又变成菊花 那究竟是莲花 还是菊花呢 她就有点怀疑了 她眼睛震大了 再看 没有了 后来她是很好 她听到 因为师父讲过 凡是这样子的事情 都是幻境幻觉 她就不管它了 就没事了 那么也有的人呢 在打坐的时候 她看到她肩膀上 长莲花 膝盖上长莲花 她直接觉得很了不起 这个事 她好高兴 她说我身上长莲花了 因为听到说 念佛 念出莲花来 这是表示你的功夫好 表示你的功德大 那时她很欢喜 后来问我 她说我身上长莲花了 我说你乱讲 你莲花给我看 她说我真的长了 几朵莲花 我说拿给我看 她说我打坐的时候看到 我说打坐的你看到 你下一次再看到 你把它摘下来 拿给师父看 真正的摘下来 拿给师父看 那是真的 如果你只是直接看到 那是假的 从此以后莲花没有了 因为她要摘给师父看 那就没有莲花了 有的人呢 念佛的时候 直接念佛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也跟她帮忙一起在念佛 直接听了好久 故意的听她 她是不是还在念 另外一个声音还跟她讲 你怎么不念了 她往后面看一看 又没有人 但是听到声音 是讲话的 是我 是师父 我根本不在场 后来她就跟我讲 师父啊 你真厉害 帮我念佛 你看到我了没有 她说没有看到 我说你在头脑里边的一种幻境 幻觉 那是不是真的 绝对是幻觉呢 不一定 也可能呢 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护发神呢 在你的旁边 但是呢 你不要注意她 你不注意她 不管她 你念你的佛 你伴你的佛 你吃你的粥 你呀 像这种的 任何的一种现象出现 你把它当成了幻境 把它当成幻觉 那这些问题 对你来讲 不形成干扰 也不会让你感觉到骄傲 那你只就平平常常的 继续修行 这个是呢 安全的 否则的话 真正的就要落魔了 阿弥陀佛